第85章 激战 楚河一愣 看着虽然在颤抖 但是眼神却充满坚定的阿清 他原本正在施展的法觉也是停了下来 这对于阿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现在的阿清 虽然比起之前只知道杀戮的战斗 记起来说已经是强出了太多太多 但是仍然不算是一个完整敌人 只有斩去心魔 阿清才能恢复正常 而阿清的心魔显而易见 就是面前的降无门的人 这些人从小就虐待阿清 若是阿清能亲手把他们杀了 就能够彻底地斩杀自己的心魔 想到此处 楚河自然是乐见其成 只是楚河还是有些担心阿清的实力 是否会被他们克制 于是乎楚河轻轻地派了派阿清的肩膀 观海听涛的妙法发动 直接给阿清灌输了一种十分精纯的能量 也让阿清激动的心情稍微地平复了一下 他原本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的身躯 也逐渐地恢复了平静 更加坚定地看向了庄不言 而后缓缓向前走出了一步 你小心 楚河淡淡说道 尽管放手去做 有我在 阿清重重地点头 而后直视庄不言 庄不言看到楚河竟然给了他们独自面对阿清的机会 心中也是大喜 他估摸着楚河应该这回毒素已经是完全发作了 无法顾及到阿清 所以才会让阿清独自去面对 而对付即便是中毒的楚河 他们也是没有太多的底气 但是对付阿清 那就再简单不过 庄不言往前一步 直接带着奇怪的音律怒吓道 灭触 见到我为何不跪 我才是你的主人 这种奇怪的音律 其实就是他们在虐待阿清的时候 故意发出的声音 久而久之 阿清就会形成条件反射 只要听到这种音律 就会不由自主地害怕 就算是阿清有十分的力量 在听到这种奇怪的音律之后 也绝对发挥不出来百分之一 你不是我的主人 阿清缓缓开口 虽然仍然有些含糊 但是却充满了坚定 庄不言神情一鸣 什么 竟然知道反抗了 这才过去几天的时间 楚河到底对他的乌骨圣体做了什么 庄不言 看到阿清并没有按照预想的那样跪地求饶 心中也是恼怒 呵呵 孽畜 我们将无门既然能创造出你 那也能毁灭掉你 若是你想要毁灭的话 就尽管嘴硬吧 不 不是你们毁灭我 而是我毁灭你们 阿清感受到身后楚河的目光 他说出的话越来越连贯 也越来越坚定 我要 毁灭 你们 说完 阿清竟然是抢先一步 直接出手 庄不言一愣 赶紧散开 两位长老开始步阵 说完 三人直接分头跳到了三个不同的方位 虽然庄不言看起来来一身的肌肉 好像是肉身非常强大一样 但是实际上 他们将无门的门人 反倒是肉体修为最差的门派之一 他们最强的手段并非是身体 而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巫骨 还有练尸法门 阿清追向庄不言 只是还没有靠近他 就忽然感觉脚下一沉 仔细一看 原来是刚才已经死掉的那两个店老板 已经化作了面目全非的尸体 而这尸体正在伸出手死死的捏住了阿清的脚 这 就是降无门另外最强的手段 练尸术 阿清直接一脚猛地踩在地面上 那尸体顿时粉碎开来 而另外两位太上长老 则是趁着庄不言 吸引了阿清的这个空当上面 也开始施展一些手段 只见到两人手里都拿着一个小铃铛 在那里晃荡个不停 就像是丧魂中一样 非常的难听色 而与此同时 外面黑暗的角落里面 也开始传出一些稀稀索索的声音 楚河定睛看去 竟然是一个个的丧尸 这一刻 楚河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一个小城里面的人那么少 他还以为是这些人 都已经是逃离了这里 现在看来 这里面的人确实是有一部分逃离了 但是大部分都被这项屋门炼制成了活尸 这种手段简直是令人发指 就这 竟然还敢是称呼自己是道门正统 这算是哪门子道门正统 就算是邪门歪道 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楚河不屑的并非是他们狠毒 而是鄙视他们的道貌岸然 明明自己一身的事 结果还非要说人家的身上臭 自以为是的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面指指点点 其实他们一个个都是人渣 楚河看着外面的那些活尸 心中很是烦躁 索性直接问一脚多地 一股金光直接以楚河的脚下为原心 荡漾开来 神光照 而随着神光咒的散开 那些活尸在接触到神光咒的瞬间 就一个个地直接倒在地上 任凭那两个太上长老把铃铛摇烂 也没有一个活尸再起来 他们心中惊恶万分 无往不利的手段 竟然被楚河一跺脚就给克服了 庄不言一边躲闪着阿青的攻击 一边对楚河大吼道 你不是说不插手的吗 这是我们教屋门内部的事情 楚河掏掏耳朵 直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谁说我不插手了 我愿意插手就插手 不想插手就不插手 管得着吗 你们 召唤来丧尸弄得那么吵 扰民了懂不懂 庄不言心中憋屈的一批 但是偏偏又无法反驳 现在只是对付阿青都感觉有些吃力 如果是把楚河再引入战团 那不是对他更为不利 也不知道怎么了 之前他能够克制巫骨圣体的那些手段 到现在基本上都不管用 又或者是效果大打折扣 这就导致他应付起阿青来格外的吃力 毕竟阿青可是巫骨圣体 乃是他们教巫门的底牌 二位长老来助我 先将巫骨圣体拿下再说其他 虽然他们是三个人 但是也需要时时刻刻的防备楚河 可能的再次出手 所以实际上发挥出来的实力 反而没有那么多 而且并非是要防范楚河一个人 还要防范楚河身边的那白发魔女 本章结束 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 请给我个关注 点赞 收藏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